大家好,欢迎来到民间故事会 分享不同的民间故事,传递正能量 河东谢州城外有个村子叫马村 马村有对夫妻,丈夫的叫马有妇 妻子叫养牡丹,两口子生了两个姑娘 大姑娘叫马玉莲,二姑娘叫马玉娘 姐姐马玉莲是马家的第一个孩子 又聪明伶俐,能说会道 很受马有妇和养牡丹的宠爱 妹妹马玉娘老实厚道 心地善良,但嘴有点笨 不善言谈,而且还有点认死理 偶尔于海港和养牡丹顶嘴 所以,养牡丹不太喜欢玉娘 一转眼,马玉莲和马玉娘都长大了 玉莲已经十四岁 玉娘也十一岁了 俗话说,女大十八变 越变越好看 玉莲和玉娘本就生得俊俏 而到了窦寇年华 姐妹俩更是出落得俊俏无比 一个犹如碧月修花 一个堪称陈宇洛艳 被称作马家的两朵金花 窈窍说你 君子好求 尽管姐妹俩年龄还小 但上门提亲者已经络绎不绝 其中不乏豪门大户 镇上有个郑元外 两田数百亩 牛马成群 镇上还开了三个杂货铺 家财万贯 富甲一方 郑元外有个独生儿子叫郑天宇 十一岁 正在独私暑 生得一表人才 郑元外得知马村有个姐妹花 年龄与儿子郑天宇相仿 便请梅人上门提亲 马有富和杨母丹得知提亲者 是镇上最富的郑元外公子 心里像吃了蜜一样甜 女儿要是能嫁给赵元外的儿子 那真是掉进福窝里了 而且他们也能跟着想一点福 没人看了玉莲和玉娘 说玉莲年龄有点大 而玉娘和郑家少爷年龄一般大 就选玉娘吧 马有富说 选哪个都好 不是我吹 我这两个姑娘一个赛过一个 杨母丹却说 女大三宝金砖 媳妇大点 知道疼男人 再说 哪有姐姐还没定亲 妹妹先定亲的 我家玉莲不仅长得俊俏 而且聪明伶俐 又是望夫想 还是选玉莲吧 说着塞偷偷往没人怀里塞了几串铜钱 没人说 女大三 宝金砖 这话很有道理 那就选玉莲 放心吧 这时包在我身上了 没人回到郑元外家 对郑元外夫妇说 马家两个姑娘 论长相都不错 但姐姐玉莲不仅貌美如仙 而且聪明伶俐 年龄比少爷虽然大三岁 但俗话说 女大三 宝金砖 而且年龄大点懂事 知道心疼少爷 妹妹与娘年龄 虽然与少爷相仿 但人太老实 老实得有点傻 还认死里 不太听老人话 而且 人家姑娘的娘说了 只能先让姐姐玉莲定亲 姐姐不定亲 妹妹是不能定亲的 所以 我就选了玉莲 不知道郑老爷和夫人一下如何 郑元外和夫人说 你是没人 这里面的道道你懂 我们听你的 就和马家大姑娘定亲吧 于是 郑元外拿出二十两银子彩礼 让儿子郑天宇与马玉莲定了亲 并商定郑天宇到十六岁 与马玉莲拜堂成亲 才十一岁的郑天宇 对定亲没有多少概念 至于和谁定亲 那都是大人的事 和他无关 而十四岁的马玉莲 已经懂得男女之事 知道自己和镇上首富 郑元外家公子郑天宇定了亲 高兴得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 并盼望着郑天宇快快长大 与他拜堂成亲 十一岁的妹妹马玉娘 得知姐姐与富家公子郑天宇定亲 也打心理替姐姐高兴 由于年龄都不是很大 姐妹俩依然睡在一个闺房里的 自从马玉莲与郑天宇定了亲 每晚睡觉前 马玉莲的话题都离不开郑天宇 马玉莲说 玉娘啊 你说那个马天宇到底有多帅啊 玉娘说 听镇上的人说 非常帅 就和潘安似的 姐姐您好幸运啊 马玉莲说 我听说她比古代那个潘安还要帅 不过 我马玉莲也是镇上最美的姑娘 完全配得上她 你说是吗 马玉娘说 姐姐说得对 姐姐的美貌完全配得上她 不过 姐姐 我也听人说过 太帅的男人容易花心 也不好 马玉莲生气地说 玉娘 说什么胡话呢 我马玉莲是镇上最漂亮的女人 她正天宇还花什么心 以后 再胡说八道 看我不撕烂你的嘴 马玉娘结结巴巴地说 姐姐你别生气 我也是听别人瞎说的 妹妹以后不乱说了 马玉莲愈怒未消地说 真扫兴 睡觉 马玉娘见姐姐真生气了 也不敢再说话 时光如梭 一转眼 五年过去了 马玉莲已经十九岁了 十九岁的马玉莲出落得更加俊俏 而且更加成熟 犹如一朵盛开的鲜花 等待着蜜蜂来采蜜 而郑天宇也十六岁了 郑家派人送来成亲即日的帖子 帖子上写明 三日后拜堂成亲 然而 在这大喜的日子里 马玉莲却病了 而且很严重 卧床不起 不吃不喝 这明天一早 郑园外家接亲的队伍就要来了 而马玉莲依然不吃不喝 连床也下不来 这该如何是好 马有腹急地团团转 有人说 不行赶紧给郑家说一声 改一下成亲的即日 等玉莲好了再说 杨母带说 那怎么行 人家郑园外是镇上的首富 儿子成亲不仅是喜事 也是大事 怎么能让人家改了成亲即日呢 再说 成亲即日是请大师选定的 改了日子还是即日吗 郑家肯定不答应 马有腹也觉得 妇人说得有道理 郑园外不是普通人家 讲究多 你要是让人家改即日 人家会怀疑你是不是想毁亲 妇人说 这明天郑家接亲的人就来了 你说怎么办 真急死人了 马有腹说 是啊 到底该怎么办呢 妇人说 要不这样吧 就让玉娘嫁给天宇吧 马有腹说 这 这好吗 郑家要是知道了怎么办 和天宇定亲的可是玉莲啊 夫人说 天宇从来没见过玉莲和玉娘 郑家上上下下的人也没见过玉莲和玉娘 只要拜了堂成了亲 即便知道了也晚了 而且咱家玉娘也是如花似玉 我想天宇也不会说什么 马有腹说 这倒是 但怎么给玉娘说呢 玉娘要是不同意怎么办 夫人说 郑家那么富 天宇又是一表人才 那么多姑娘想嫁给她都挨不上 玉娘还有什么不同意的 就说是暂时替她姐姐出嫁 等玉莲变好了再悄悄晃过来 马有腹说 好 那你去给玉娘说吧 夫人对玉娘说 玉娘啊 明天郑家就来人接亲了 可你姐还躺在床上起不来 你就替你姐拜堂成亲吧 玉娘说 娘 替我姐出嫁也可以 但入了洞房怎么办 夫人说 玉娘 你愿意嫁给天宇吗 如果愿意 你就嫁给天宇吧 玉娘说 娘 这不是愿意不愿意的事 我知道我姐姐非常爱天宇 我怎么能横刀夺爱呢 我可以替姐姐出嫁 我会给天宇说清楚 我是替姐姐出嫁的 等姐姐病好了再把我换回来 夫人说 那好吧 到时候你自己看情况 第二日 玉娘化了妆 穿上喜服 盖上盖头 代替姐姐上了花轿 拜堂成亲后 新郎牵着玉娘入了洞房 然后 又出来应酬客人 带客人走后 郑天宇来到洞房 见新娘坐在床上 便过去掀了盖头 看到如此漂亮的新娘 郑天宇异常兴奋 说 玉莲 你真美 天也不早了 我们歇息吧 我来为你解衣宽带 玉娘吓得浑身发抖 结结巴巴地说 我 我不是玉莲 郑天宇吃了已经说 你不是玉莲 那你是谁 玉娘说 我是她妹妹玉娘 姐姐病了 卧床不起 不吃不喝 不能和你拜堂成亲 但成亲几日又不能改 我便暂时替姐姐和你拜堂成亲 等姐姐病好了 再换我回去 天宇说 那也该来给我家 或者至少给我说一声吧 玉娘说 对不起 你说得对 但我父母胆小 都不敢来说 天宇说 你说这我理解 可今天是洞房花烛夜 是我人生两大喜事中的一个 却弄成这样 玉娘说 天宇哥 真的对不起 我替姐姐和父母 对你说声对不起 天宇说 玉娘 你姐姐怎么样我不知道 但你是个好姑娘 你愿意嫁给我吗 玉娘吃惊地说 你 你说什么 我怎么能嫁给你呢 和你定亲的是我姐姐 我姐姐特别喜欢你 天天想你 念你 姐姐病好了就会来换我 天宇说 这么说 你是不愿意嫁给我了 玉娘说 不不不 不是这样 她是我姐姐 她爱你 我不能这么做 不能这么做 天宇说 你对你姐姐这么好啊 可你想过没有 你现在还没有婆家 但你也该嫁人了 如果别人知道了 你和我入过洞房 嫁不出去怎么办 你只替你姐姐着想 也不考虑自己以后怎么办 玉娘说 这 这 我也不知道 可她是我的亲姐姐 我不能做对不起姐姐的事 天宇说 你真是个好妹妹 好姑娘 你姐姐有你这样的好妹妹 真是够幸运了 玉娘说 天宇哥 你 你这是答应 等我姐姐病好了来还我吗 天宇说 你又不愿意嫁给我 我不答应还能怎么样 总不能告诉我 父母你是假新娘把你赶走吧 玉娘说 天宇哥 你是个好人 我替姐姐和父母谢谢你 天宇说 谢就不用了 不过 我再问你个问题 假如你姐姐毁亲不愿意换你 你愿意嫁给我吗 玉娘说 不会的 姐姐绝不会毁亲的 她太喜欢你 爱你 太愿意嫁给你了 天宇说 什么事都有万一 我说的是万一 万一你姐姐毁亲怎么办 你愿意嫁给我吗 玉娘说 我姐姐要是真的毁亲 我就嫁给你 你家这么富 你又这么帅气 我没有理由 我没有理由不愿意嫁给你 天宇说 那一言为定 说话算数 谁要是说话不算数 就是小狗 玉娘说 一言为定 说话算数 我要是说话不算数就是小狗 天宇说 那好吧 我就等着 你睡这里 我睡另一间屋子 动房夜 一夜无事 第二日 天宇带着玉娘去给父母请安 上茶 玉娘给公公婆婆请安 并请了茶 一切都做得十分得体 公公婆婆见儿媳娇柔妩媚 貌美若仙 又知书达理 也十分满意 夫人拿出一对上等的玉镯子 亲手给玉娘带上 玉娘磕头拜谢 公公婆婆说 天宇啊 要好好带你媳妇 若有怠慢 定不饶你 我们可是等着抱孙子呢 天宇说 爹 娘 儿子知道了 我会好好对待媳妇的 请安安 从公公婆婆房里出来 玉娘的心里一直扑通扑通跳 如果公公婆婆知道 她是假冒的儿媳妇 怎么办呢 哎 姐姐的病什么时候才能好呢 也不知道她的病现在怎么样了 真是急死人了 回到自己房间 玉娘要把胳膊上玉镯子摘下来 说放好等姐姐来了就给她 但天宇说 别娶下来 这是娘给你戴上的 如果让她发现你胳膊上没了玉镯子 会生气的 玉娘想想也是 就没有摘下来 一天过去了 娘家也没有消息 姐姐的病到底怎么样了 玉娘一点也不知道 晚上 天宇对玉娘说 你姐姐的病到底怎么样了 你家也不派人传个信 你姐姐是不是回亲了 我看就不等了吧 玉娘说 不会的 不会的 一定不会的 我姐姐是十分爱你的 再等等 天宇说 好吧 看在你的面子上 再等你姐姐一天 明天要是还没有消息 你就得嫁给我 玉娘说 天宇哥 我姐姐病好了一定会来换我的 你不要太着急 很快应该会有消息的 天宇说 那你歇息吧 我也去睡了 天宇走了 玉娘的心才静下来 她担心天宇一旦冲动 失去理智就完了 还好她一直没有冲动 但她还是不放心 还像昨夜一样 关好门也不敢脱衣服 又一天过去了 娘家还是没有消息 玉娘心急如焚 姐姐的病到底怎么样了 爹和娘为什么不稍个性过来 如果姐姐的病还是好不了怎么办 玉娘说 天宇哥 你能不能派个人去我娘家打听一下 我姐姐的病怎么样了 天宇说 不是不可以 但理不通 按理说 你姐姐病情怎么样 你们家应该传个线来 我派人去你娘家打听不合适吧 玉娘说 我知道天宇哥 我不是怕你着急吗 天宇说 好了玉娘 看在你对你姐的情分上 我再等你姐姐一天 如果你家还没有消息 你可要兑现你的承诺 玉娘说 会有消息来的 一定会有的 我姐姐是真心爱你的 然而 又一个白天过去了 还是没有姐姐的消息 夜又来了 玉娘的心又开始扑通扑通跳起来 她不知道能不能度过这一夜 天宇进来说 玉娘啊 这都两天了 你姐姐的病即使美好 也该传个信来吧 这分明就是想毁亲嘛 我不想再等了 你就嫁给我吧 说着就要姐一宽带 玉娘说 别别别 天宇哥 求你再等一个晚上 明天不是回门吗 回到我家不就知道 我姐姐怎么样了吗 如果我姐姐真的想毁亲 我就嫁给你 天宇说 玉娘 我不知道你姐姐对你怎么样 但你对你姐姐真是太好了 好吧 我听你的 第二天 郑园外和夫人准备了 新娘子回门的礼品 并派了一个伙计 套了一辆马车 送天宇和玉娘回娘家 马车停在玉娘家的门口 天宇和玉娘从马车上下来 带着礼品进了门 天宇和玉娘见过父母 玉娘说 爹 娘 这就是天宇哥 我姐姐的病怎么样了 杨牡丹看见天宇气宇轩昂 满面红光 大尺一惊倒 你 你就是天宇 天宇说 娘 我就是天宇 今天是回门的日子 我来看看二老 杨牡丹结结巴巴地说 不是说你 你得了肺牢了吗 天宇说 那是误传 一个月前 我是得了病 咳嗽不止 还咳了血 请大夫来诊断 说我可能得了肺牢 便开了药让我吃 但吃完药却不见效 父亲又请了个大夫诊脉 大夫说根本不是肺牢 只开了一副药 吃完就好了 好了后开始准备成亲的事 一直在家没出来 于是我得了肺牢的消息就传开了 杨牡丹的脸色变得难看起来说 原来是这样啊 玉娘说 娘 我姐姐呢 她的病怎么样了 天宇也说 娘 玉莲呢 她的病好点没有 我去看看她 马有腹低着头不吭气 杨牡丹结结巴巴地说 玉莲 玉莲她 她已经嫁人了 玉娘和天宇都吃了一惊 什么 我姐姐嫁人了 嫁给谁了 她不是病了吗 不是说等她病好了换我的吗 杨牡丹说 玉娘 天宇 你听我说 你们成亲的第二天 你姐姐的病就不要紧了 本来想去换你 可谢周成最富的 李源外派人来提亲 并要马上成亲 不然就另娶别人家的姑娘了 我和你爹想 李源外是谢周成的首富 你姐妹俩 无论谁嫁到李家都是神仙日子 本来该让你嫁给李源外儿子 可你替你姐姐出嫁了 但我们不能说也来不及想办法 就让你姐姐嫁过去了 玉娘说 怎么会这样呢 天宇说 爹 娘 既然是这样 就让玉娘嫁给我吧 马有夫和杨牡丹见天宇 并没有怪罪他们 并愿意娶玉娘 赶紧说 好好好 我们答应 天宇又对玉娘说 玉娘 你愿意嫁给我吗 你可是答应过我的 玉娘满脸红韵道 天宇 我愿意 既然姐姐嫁了更好的人家 我就放心了 到了下午 天宇对马有夫和杨牡丹说 爹 娘 我和玉娘回去了 过些日子再来看你们 然而 就在天宇和玉娘准备走的时候 一个披头散发的姑娘 爹爹床床走了进来 刚走进院子 就一头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玉娘一看 躺在地上的姑娘不是别人 却是她的姐姐马玉莲 玉娘大声喊道 姐姐 快醒醒 你怎么了 杨牡丹见识玉莲 也大吃一惊 哭着喊道 玉莲 你这是怎么了 过了一会儿 玉莲醒了 雀蛙的一声哭了起来 玉娘说 姐姐 到底怎么了 你快说啊 杨牡丹说 玉莲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玉莲说 娘 我们被骗了 说着哭着 讲了事情的原味 原来 谢周成首妇 李园外的儿子 得了肺痨 已经奄奄一息 大夫说 找个姑娘和儿子 成亲冲冲喜 也许还有救 于是 李家就打听 谁家有位出嫁的姑娘 花大价钱 取进门给儿子冲喜 管家就告诉 李园外马村 有个姐妹花 姐姐已经出嫁 妹妹还带子归中 于是 李园外就派管家 带着一百两银子 彩礼来 马友附加提亲 两口子一商量 就让玉莲 嫁给了李园外儿子 玉莲满以为 嫁了一个 比郑天宇 还有钱的人家 心里美滋滋的 然而 她怎么也想不到 她嫁的是一个 快要死的男人 这还不说 想不到成亲的第二天 那个男人就死了 李家以为 马玉莲克夫 儿子是被玉莲克死的 于是就把玉莲关起来 准备扔进河里 玉莲趁晚上 看守她的人睡着了 逃了出来 玉莲哭着讲完 她的遭遇 看见天宇 得知站在她眼前的 正是她的丈夫时 突然站起来 对杨姆丹说 娘 你不是说 天宇得了肺劳 活不长了吗 这是怎么回事 天宇说 那都是误传 时代夫误诊了 我并没有得肺劳 只是小病 很快就好了 马玉莲发疯似的 对杨姆丹说 娘 都是你出的馊主意 说天宇得了肺劳 让我装病 让玉娘替我出嫁 我恨你 恨你 恨你 杨姆丹羞愧难言 说 玉莲 都是娘不好 可娘也是为了你好啊 你把我还成这样了 还说为了我好 这次 要不是我逃出来 就被扔进河里喂鱼了 我恨你 恨你 恨你 马玉莲彻底失控了 披头散发 哭着闹着跑了出去 马有妇赶紧追了出去 玉娘和天宇也紧跟着跑了出去 一家人好不容易把玉莲劝了回来 但玉莲躺在床上 不吃不喝也不说话 眼睛直直地盯着房梁一动不动 玉娘告别父母跟着天宇回镇上去了 那天晚上 玉娘和天宇园了访 成为真正的夫妻 天宇说 玉娘 你对你姐姐那么好 她却和你娘合起来害你 幸亏她没有嫁给我 玉娘 其实 洞房叶 看到你的第一眼就喜欢上你了 你是个好姑娘 我会好好爱你一辈子的 玉娘说 我也不知道姐姐怎么会这样 我娘偏爱姐姐我是知道的 但她是我娘 我不能恨她 我其实也喜欢你 只是我不能横刀夺爱 而且还是我的姐姐 你也是个好男人 我也会一辈子对你好的 一年后 玉娘生下一个儿子 取名正新生 夫妻俩恩爱有加 日子越过越幸福 玉娘 玉娘由于精神受到太大的刺激 整个人变得疯疯癫癫 后来虽然好点 但偶尔还会到处乱跑 杨母的悔恨不已 天天跪在佛像前 忏悔祈祷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您看完后有什么收获 欢迎在下方留言 离开前不要忘了订阅 按赞 分享 感谢您的观看 期待下个故事与您再次相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